嗨,我们今天就来到辉城食馆 根忌,它最特别是羊腩煲 但它的汤底是很浓郁的 而且最特别是用碳浓 我们先进去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本陆附近的根忌 根忌最重要的是羊腩煲 始终响令它的汤底 根忌的汤底和其他汤底 我们上几集吃过这锅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浓很多的,就是重咸 如果喜欢吃重口味的人 就会一只眼睛 立刻为大家试一试 枝竹啊 里面浸泡到浓熟 汤底的汤底是更咸 我觉得它的汤底是更咸 最重咸的人 根忌就不太适合 根忌是要比重口味 我们现在先试一下 羊腩的味道很重 因为它的汤底有咸 所以它吃起来 味道很濃 我来看看 这是自己的特色腐乳酱 这个汤底的汤底是刚好 但是呢 有点酸酸的 它混在一起 刚刚中和了 我觉得它的汤底是挺特别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个最美味的羊腩煲汤底 羊腩煲汤底 不可以煮太久 煮太久就散了 它本身是脆皮咬厚的 但是加上汤底 它的汤底效果和汁竹一样 它的汤底是比较咸 所以我们说 如果是真的过来跟基城 最好是买一班 买一班寡刀 做啤酒 再吃药腩煲 是真是必要的 吃它的风味 是它的氛围 吃药腩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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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的配料 看它有新鲜 要吃牛肉 肥肉就先试一下 我们试一下汤底 看看配料是如何味道 都会变咸 说真的 都会变咸 所以如果吃不到葱口味的朋友 可以选一间 如果吃到葱口味 你一定会很重要 真的 根据我们刚刚说到 到底好不好吃 其它东西 留给大家 关注我们 大家在吃东西